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姓官的叔叔 我姓官 有个穿白衣服的叔叔在河边跟人打架 他要找一个姓官的叔叔来帮忙 会不会是李星欢出事了 小兄弟 河那么长 是靠哪一边 我带你去吧 那我先去看看 你先回庄里 那比较安全一些 走吧 掌柜的 我能把这些药材先放在你这儿吗 行 可以 干嘛不走了 因为这里没人了 那又怎么样 就方便杀人了 这把剑很普通而已 杀人的剑当然是越普通越好 我不经常用这把剑 只有遇到顶尖的高手 我才会用它 我一直在想 法场那一天 我和李星欢没有一战而下 那是因为怕暴露身份 跟这把剑没有关系 不过 你这把剑看起来太像玩具了 他本来就是我的一把玩具 你拿他杀人并不是拿他来玩具的 杀人本来就是一种游戏 你拿杀人当游戏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出戏 既然人生都可以是一出戏 那杀人为什么不可以当成游戏呢 难道你觉得杀人跟游戏一样有趣吗 我从第一次杀人 我就告诉自己 这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 为什么要这样 你这个人一定没有带过孩子 你要想让一个孩子做事情 就要先让他感到有兴趣 只有他有兴趣才会做得开心 做得好 看来你并不喜欢杀人 为什么 杀人就是杀人并不有趣 你不过到了自欺欺人的程度 我希望你的刀法 跟你的嘴一样厉害 才不会对不起我的剑 这么大一条河 到哪儿去找表哥呢 表哥需要人帮忙 那说明对手很可怕 好 李徐欢 李徐欢 快来救我呀 快呀 李徐欢 快来救我呀 快救命啊 李徐欢 快救我呀 小李探花别来无恙啊 哦 瞧我这张嘴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什么问候的话不好讲 偏讲这一句 我可不是故意刺激你 生费劳也不是你的错 不 夫人言下之意 似乎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上次见到你 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你正在办喜事 要娶一个妓女过门 对不对 那件事我没有忘 却对夫人没有影响 如果你想起我是谁 那我就放了他 哎 李徐欢 你玩过多少女人啊 不会多大想不起来了吧 是你自己放人还是我去放人 哎呦 我好害怕好害怕呀 如果你的飞刀射中了我 那我这坛骨灰 一定会飘在这山谷里了 哎 管它什么骨灰 快救我吧 是你扒走了林诗音的尸体 林诗音的骨灰 不会吧 我 那我死定了 林诗音这个贱罪 不但抢了我的心上人 害得我始乱终起 我早就应该把她的尸骨挖出来 把她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哎呀 李徐欢 你玩什么女人不好 骗掉这么鸡手的女人玩 你 怎么 你想射掉火焰 那我只好倒掉骨灰了 死人和活人 你只能选一个 我再给你一个提示 我因此生了女儿 她 没有爹 她现在已经十七岁了 算起来 是在十八年前就有了 哎呀 李徐欢 原来 你早在林诗音遇见龙啸云之前 就背着她徐花问柳了 怎么 你仍然显不起我是谁吗 那你就猜猜看 或许会瞎猫碰上死耗子呢 哎 是呀是呀 你玩过多少女人随便猜上一两个行不行啊你 哎呀 嗯 李徐欢 你不会跟我说你是个三十六七岁昂藏气齿的老畜男吧 哎呀 我死都不会相信的 嗯 李徐欢 这一把 不会是林诗音的速手牵牵吧 嗯 住手 这一把 大概是她如云的绣发吧 江连月 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 冷月宫公主的名字谁都叫得出来 可是你我素不相识 就是你逼死我 我也想不起来你是谁 也想不出来你向我报复的动机 我看 你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再这么耗下去 等我把骨灰撒完了 啊 唐蜜 也该给炸死了 李徐欢 在这个结果眼上你还敢喝酒 你可别醉死在我跟前 我还没跟你玩过瘾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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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搞什练 好吧 快走 李徐欢 李徐欢 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如果你能认出我来 那才有趣 李徐欢 你与其等零十一四号 才来为了保护她的骨灰而回头土脸 为什么在她生前不好好地珍惜她 而把她让给别人 哈哈哈哈 还觉得杀人好玩吗 刺激极了 杀人好玩 他可被杀好不好玩 好啊 好 你知道为什么败给我吗 因为我比你年轻 所以不耐久债 对极了 你实在比我太年轻了 好 你居然用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想扭转乾坤 这就叫做制止死地而后生 刚才我要是不躲开 你已经死了 那就能说明 你的功夫虽然比我好 杀人的经验却比我少 好 我来帮你打推她 不是打推是杀了她 坤叔叔 你为什么要杀她呢 因为再过几年 这个人就没人治得了她了 小姑娘 上次我教训了你 这次你居然能来帮我 我有这么小气吗 我呀不叫小姑娘 我叫玲玲 你得罪的是冷月宫的人 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我劝你呀 跑得越远越好 我还有急事 告辞了 李寻欢 你不要重用江连月的记忆 那不会是林世音的骨灰 绝不是 是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这明摆着 是江连月要折磨你寻欢 再说了 那坛骨灰 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 可是 林世音的尸体 的确失踪了 那也不见得 是江连月偷走的呀 可是 那骨灰不是她的 又会是谁的呢 李寻欢 李寻欢 很有可能 林世音啊 根本就没死 怪不得棺材 里面是空的 哎 我说的话呢 是很有道理的 你听我说啊 哎 李寻欢 你你不回幸云庄 你到哪去啊 哎 哎 随她去吧 现在谁说呢 她也不会听的 只有靠她自己 去疗伤止痛了 杨公红 你该替我出气的时候 你不动手 你现在才去招惹人家 你不觉得太软了吗 你什么时候杀人 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而不是奉了我娘的命令 她是奉我的命令 去杀关天祥的 娘 我没有再去找过她 她也没有找过我 你什么时候连我只见过一面的男人 也要杀了 我要杀关天祥 不是为了你 那是为了什么 公主 顾红今天失手了 请公主降罪 你从不失手 今天的高手 实在是太高了 恐怕 不是这个原因吧 没错啊 是我的出现搅了局 是我帮着关天祥打了他 他 关天祥不是教训过你吗 对呀 您不是说 人家只是在教训我吗 人家一番好意 我怎么能不报答呢 再说了 我只是帮他退敌而已 我也未有跟他做什么 你 公主 错置在顾红一人之身 请公主不要怪少主 要罚的话 就罚我一个人吧 杨国红 我娘怪的是我 用不着你替我顶罪 好极了 原来我就是太怪你了 你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关天祥打了你一顿 你居然会吃里扒外 今天我会打你一顿 公主 少主 少主还想 他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 您就看在他是您 让他打好了 让他打死我 反正他也没当我是他的女儿 我就算个局外人 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也许 我根本就是他的仇人 少主 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我没说错 我根本就是他人生的污点 是他的错误 是他的失败 所以他才这么讨厌我 这么讨厌我 少主 你不能这么对你娘讲话 他有些事情瞒着你 那都是为了你好 公主 有些事情 你瞒着少主 不但对他没有好处 反而会让他做出 很多伤害自己姓名的事情 公主 有些话 你要是不方便说 就让我来替你说 少主 没错 你爹的确是个名震江湖的人 公主隐瞒他的身份 是因为谁都知道是谁杀了他 而杀他的这个人 武功也是盖世无双 公主只怕你性情冲动 会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 原来真的是他 少主 我们要杀关天祥 那是因为 他会阻止我们报仇他 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说什么都不应该让我置身事外 娘 我答应你绝不冲动 就因为杨公红是你收养的 他可以报的仇 我是你亲生的就不能 娘 我求求你 求求你告诉我好吗 娘 我不能把你绝进去 公主 娘 娘 你们不告诉我 我自己也有办法找出答案 公主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小李飞刀 他是怎么出手的 没有 不过我敢肯定 林诗音的尸骨失踪 跟李勋欢没有关系 李勋欢看见林诗音的尸骨 不死 也去了半条命 那是谁挖走了林诗音的尸体呢 或许是为了莲花宝剑 或许林诗音根本没把莲花宝剑带入土 或许莲花宝剑现在还藏在星云山庄的某个地方 或者已经传给了李徐欢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就绝不会坐以待毙 而一定会用莲花宝剑的医术来治疗龙小云 而我们也就绝不能小看了那个出入星云山庄的女大夫 为此也 你们的珍珠粉磨好了 好 谢谢啊 这真的有用吗 有用啊 你吃了会漂亮一点的 走吧 小哥 这女人家吃了珍珠粉 真的能美容养颜吗 你不信啊 买一盒给你老婆吃啊 香主, 梅大夫买了这些药 梅姑娘, 我能帮你什么吗 现在是关键时刻, 请你不要讲话 我来 这是什么 这是解药的基底 不过还要加入很多味草药才能炼制 我说, 林十一没有死 不是糊弄你安慰你的 你仔细想一想 为什么龙小云会说 是他娘救了他 你再仔细想想 西乡后墙的地道 是谁挖的 除了林十一 还会有谁来探望他的儿子 难道你宁可相信是鬼 而不是人吗 我觉得梅思影可能就是林十一改办的 她说她是十一的挚友 会互相模仿习性 这些药 这些药 他跟小云早就熟年 林麻子 也一定见过他 你为何不找他们打听一下他的底细呢 可我是亲眼 看见是你咽了气 死而复生 也不是没发生过的事啊 你深懂易容之道 你认为思影那张脸是假的吗 真 良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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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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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看看现在实行什么花样 结果发现梅思颖的绣工 跟你身上的林姑娘的绣工一模一样 你可看清楚了 这可是我们姑苏顾家的绝活 向来是传媳不传女的 本来啊你娘跟姑苏姨妈都不会 是姨妈偷着学来的 现在姨妈交给你 你可不能交给旁人哪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话会害得姨妈下地狱的 为什么娘会下地狱啊 娘在学这首功夫的时候 发过毒誓不传给外人 是因哪 将来是你的媳妇不是外人 所以呀娘就传给了她 姨妈放心 我也发誓不传给别人 这些年来我帮你缝缝补补补 一直想把林姑娘的本事学起来 可是老不得法 你说林姑娘的手艺身门不传之秘 可是她怎么随随便便就传给林思颖呢 我越来越没办法解释这些事情 事已明明死在我的眼前 现在却又在我身边到处都留下 她伤在人世的证明 可偏偏有叙事难辨 让我抓不到也够不着 我看这些事情跟梅思颖脱不了干系 你不如向她问个清楚 她不愿意说清楚的事 必然有她的苦衷 我怕我贸然行动 会影响她给小云治病疗伤的心情 可是这些日子 我看你一下子伤心临时因死了 人失手都保不住 一下子又怀疑林姑娘没死 偷偷怀着希望 就好比泼了一盆冷水 又给了一个火炉 这么穷折腾 你可怎么熬得住啊 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如何治好小云的身子 再苦再痛的折磨 我也熬得住的 秦桓 你要不要吃橘子 关兄 这个季节的橘子还很酸呢 可是梅思颖喜欢吃 我跟他出去 他渴了不买凉茶 就专挑这种酸橘子吃 看得我牙都软了 贤弟 你看看 我样子像有几岁 关兄为何有此疑问 原来我一直担心 我的年龄比较大 可是我们走在街上 别人都不猜我们是兄妹 都猜我们是夫妻 大概你们真有夫妻相吧 别提了 这么多天来 我都是一厢情愿 梅思颖的心 就像一潭死水 根本不为所动 他一心想治好小云的病 当然无险儿女死起来 我感觉不完全是这样 他这潭死水下 其实是波涛汹游暗流横力 你认识他比我早 你知不知道 他有没有过新上人 我认识他也不久 没听他提起过 我觉得他看你的眼神很亲密 很熟念 跟看我完全不一样 我想麻烦你帮我探那口风 我想知道他心上人 到底是谁 也罢 这件事情早晚 都得弄个清楚明白 我看四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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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伞 四伞 我念一句 我念一句 你无论 我念一句 我念一句 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 老池积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 酒中更有痴而眠 不如是 君婴鱼鱼 渺万里曾云 千山木雪 知影下水去 琴弦胡段必是有人窃听 请阁下现身 好词语 这是什么词 这是诗音喜欢的词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的心境已经不像这首词了 她怎么可能念这首词给我听呢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的心境已经不像这首词了 她怎么可能 敢吃橘子吗 怎么不敢 我以前总是跟诗音在一起 上维华吃橘子 诗音最喜欢橘子 再算也敢吃 好好的橘子为什么拨到地上 好好的橘子为什么拨到地上 咳嗽的人是不能吃橘子的 我知道我怎么劝你 你也不会听 诗音也有一双跟你一样灵巧的手 我永远都记得 进京赶考的前行 诗音她帮我梳头 她梳得很慢 很慢 放开我 放开 对不起 我没有冒犯轻薄你的意思 我根本不是林诗音 你也不要胡思乱想 你也别想着能够打探出什么 我有理由怀疑林诗音没死 你还想怎么样 我没有资格做决定 我只能问 诗音她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知道诗音想怎么样 可是我知道 我想过清静的生活 我不想打扰你 我只想知道诗音在哪里 她死了 她就死在你的眼前 你要想我要人吗 是你让我觉得她还没有死 你不是说不是你救的龙小人吗 那么当然是诗音救的 你不可能会懂得不传之密的绣工 那当然是诗音秀的 你说你是诗音的至交 不可能连小云都没见过 既然你觉得我在搞鬼说谎 那我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你这样就抛弃了龙小云 还说是林诗音的朋友 让我看看你的手 就可以证明你不是林诗音 给我合理的解释 就可以证明林诗音已经死了 可是你偏偏像惊弓之鸟一样 显得心虚不安 我之所以不安 是因为我真的怕你 你怕我什么 人人都说你是情长高手 风流浪子 我怕你是假借怀念林诗音之名 来骗取我的感情 你想得太多了吧 总之我要警告你 不要觉得我像林诗音 你就有其他的想法 我是梅思影 我不做梅三姑的提身 也不是林诗音的影子 只要你不是诗音 我不会有什么想法的 那最好 我眼见林诗音 求在两个男人之间痛苦不堪 我绝不会补他的后尘 说了这么多 你还是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你不要想一走了之 逃避面对的问题不是解决的办法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话 到底是谁一走了之 是谁在逃避面对的问题 就算我是林诗音那又怎么样 就算林诗音没有死又怎么样 他就是不想见你 他就是不肯认你 难道你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这些年来 你是一点都没有变 你还是喜欢自以为是的 安排别人的事情 可是结果呢 你会承受吗 来 你看 伸出你的手来 你看 说什么手跟心不变的誓言 结果呢 每次都是因为你放手 让林诗音走掉了 也是因为你放手 让他落入了龙啸云的手中 也是因为你放手 他的心落入了绝望 李行欢 你 早就这样了 我已经习惯了 李行欢 你 是者已矣 来者可追 唐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姑娘 虽然她言行老辣 但那只是保护她自己的假象 虽然她喜欢说话占你的便宜 可那只是跟你开玩笑 其实她对你是一片真心的 谢谢你 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了 今天我的言行多有冒犯 我诚心向你道歉 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现在身体状况很差 不到迫不得已 千万不要催动真气 发射飞刀 我知道 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请你尽全力治好小云的毒伤 其他的事不要你分身 你不客气 我是客气 他知道 他一定是很高的 还得到了 你不客气 开门 我来讨历 你会讨历 你不要和我一起说 上次居然被暗算了 上次啊 上次是中了江连月的毒计了 就凭胡夫那小子的能耐 我可以抓他十七八次 这么说我可以在庄里等候你的好消息了 当然可以了 那你开个术 我可以先付你定金 付什么定金 我总不能让你白跑 替我抓人吧 我并不是为了钱才帮你的 亲兄弟都明算诈 更何况你我只是普通朋友 快来买肉 买新鲜的肉 救命 快来看看 买肉了 快来买肉 快来买新鲜的肉 卖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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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卖肉了 快来买肉啊 卖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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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可是来买肉的 他是个人 并不是一块肉 人心不都是肉长的吗 难道大爷的心是铁石柱的 正因为不是铁石心肠 所以才不能看着你把人 当成牛羊称金称两的卖 这本来就是个人吃人的事件 好比我刀下这个人 他就出卖过我 为什么不能卖他 小师叔 我知错了 您就饶过我一回吧 谁是你的小师叔 你再叫我一声师叔 我就割下你的舌头 师叔 李大侠救命啊 你救救我吧 我一向是见钱眼开 其他的一概六亲不认 这个人你要多少钱才肯卖 我要的不是金银铜钱 我要什么你心里明白 我看我还是把他剁了喂狗吃 我买 你要我怎么买 以物换物 以人换人 你要买他的人你就得跟我走 师叔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把衣服穿上好不好 是 好 我跟你走 这儿够偏了 就算你要杀人弃尸 也不会有人发现 我要想杀人弃尸的话 是先杀你还是先杀胡锋呢 那就随你了 我谁都不想杀 我谁都不想杀 我这么做只是想让你明白 我唐觅也讲人情 你别想花钱收买我 替你办事 可是金钱一还 人情难偿 那感情好啊 我就是想让你觉得一辈子欠我 快说 冷月宫的老巢到底在哪 叔叔 我真的不知道 看来 你真的不想活了 是不是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 小师叔 你也应该知道 在金钱帮覆没的三年里 冷月宫快速崛起 势力横跨大江南北 而且黑道生意 从包赌包娼到白道生意的 钱庄 布庄 米行 木材行 一直酒楼 阿管 药材行 乌不涉及啊 我在这么庞大的组织里 我算个什么东西嘛 我怎么知道他们的老巢在哪啊 哦 是这样啊 那留着你也没用了 不如杀了你吧 师叔饶命啊 虽然我不知道冷月宫的详细地理 但是我知道冷月宫就在此地啊 这么说 本地的药材铺子都可能是冷月宫的生意